大家好,我是章茴新,今天我將會獲得紳士號 我佔領了這個冰場 今集我章茴新將會挑戰我人生第一次留冰 當然,我只是一個男生是不夠的 這個節目是Date with 章茴新 很感謝Maisy,溜冰的女神將會和我在溜冰場面 第一天,Maisy,我第一次溜冰 如果我先行到直線,你能不能送你戒指給我? 送我一個戒指給你 Let's go 快點 不用摔擻 我不會再說 放降測 也要找你 可以 我應該要做 搬擂 你 我 你 我 穿鞋 即是綁鞋帶而已 其實劉冰的肩膀一定要索得很緊 不然很容易就會咬牌 OK 但其實劉冰是緊張得上擂台 是嗎 要緊的 你覺得已經很鬆了 說真的 如果我四五歲 媽媽帶我劉冰有這麼漂亮的女生 幫我綁鞋帶 我今天奧運全手 學了十輩子 嘩 嗨 是不是第一次游嗎 第一次游吧 你先扶著那邊 OK 你站到了 然後呢 然後繼續走 好像在走的那樣走 可以嗎 OK 可以 我好害怕 如果不用負負就不要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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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這麼安靜 我第一次游冰 正常第一次游冰 我是有沒有三分 一定有 我已經是很厲害了 因為我認識很多人 一出來都是平衡不動的 但是你是有點划算的 你教我 我教得好 今天早上我是練打拳 我一定要練 單腳站 拿著 然後用左腳 然後不停踩 一定是有關係的 應該是有關係的 因為你腹肌 都是早上練完之後 早上練完之後 所以OK 如果不是可能會踏在這裡 好 那你待會不會表演Solo給我看 會啊 會啊 可以啊 我可以 我可以跳一下 有沒有 你這麼頑皮啊 回到陸地你又知道死了 快點快點快點 我只顧看美女 然後就跌身 我近了 來 Let's go OK 剛才這樣就OK嗎 OK 哈哈哈哈 嘩 現在可以啊 跟著你的手 嘩 喂 啊 快到前面了 你可以扔下去了 哈哈 Sensei 我已經走到直線了 那我們是不是已經開了一個 流冰戒指 但 對啦 我沒想過你學得這麼快 所以我們學下一個動作 如果你做到的話 就獎勵你吃媽咪咪咪 是不是真的 我非常喜歡吃媽咪咪咪 好 試試看 好啊 轉圈的動作 好啊 你行不行嗎 好啊 我帶著你的一點速度 陪伸轉圈 轉圈 對了 OK 然後你自己轉 轉一次 不行 不可以向後 不可以向後 你成這樣 你站在刀的中間就可以了 你站在刀的中間就可以了 Yay Yay 其實你小時候沒有接觸過流冰的 完全沒有 我什麼滑東西都沒有試過 是嗎 滑雪都沒有滑過 沒有滑過雪 我想像中是 難一點的 嗯 因為我不知為何 一個這麼扁的東西 可以直拍 一個這麼小的範圍 可以站在刀 對 你怎麼三歲就開始流冰 你這麼厲害 因為當時我在北京的時候 我的幼稚園在冰場旁邊 每天回幼稚園都要經過 全部小孩子都流冰 不是 我看到很漂亮的哥哥姐姐 穿著裙子 跳 有這麼大塊的冰 跳 做這些很厲害的動作 那我就留媽咪說想學 那你幾歲開始 真的真的太嚴重了 我們五六歲開始 真的上課 五六歲的妹妹漂亮的 Maisy就在這裡 跳來跳去 未進來之前 我們見面的時候 導演說的時候 你也是普普通通 一練到冰場 你整個人的飛場 我是不同的自己 Yes in my zone 對 很棒 我一想到冰場 就是一個不同的我 好像回了不同的家 回了家 這次我立場 雖然你是奧運選手 但這個始終都是David 鍾培生 所以我都要man一次 對嗎 我自己觸碰 我會跌倒 我也不會讓你跌倒 我會保護你的 Maisy 沒事 我跌倒也不會讓你跌 好 今天很開心 有個機會去教Jerrick 因為其實他也驚訝了我 我沒想過他第一次 一次都沒有跌倒 因為可能他 早上有做運動 又做很多平衡的動作 還有有體育的底子 我就覺得 那是為何他不會那麼順盡 但他今天一個小時之內 都已經學了很多東西 而且從不太能走到 可以加速 很厲害 好感動 我第一次溜冰 我沒有跌倒 Hello 我沒有跌倒 我第一次 剛才終於流冰了 有個真的 Natural Born Talent 再加上鏡頭上的 Natural Born Talent 是否可以嗎 當然可以 你第一次流冰 已經可以這樣 其實我們剛剛是 OT到三、四點 我們好像有點動 Thank you 我在美國大 你多不多吃這些零食 其實很少 因為我在五、六歲的時候 已經開始在比賽 其實比賽的時候 都會看自己的體重 所以都不會吃這麼多 即是No Ice Cream 你有否喝過波子飲料 好像喝過一次 但很麻煩 要不知如何按才能按 不,是用暴力解決的 Thank you 原來是這樣的 用暴力解決的問題 Cheers 好像咳藥水的味道 這個是不夠冷的 試一下 我記得那時 因為我小時候 我回到International School 我住北京 然後我每次回香港的時候 就會買這些 回去給我的同學吃 因為它是有聲音的 是不是就這樣吹 有 我以為你吹了八分鐘 吹到條片原位置 媽咪麵你吃過了嗎 其實是像Ramen一樣 不是媽咪麵 這個就是出名的 媽咪麵是可以就這樣吃的 我不用煮 對,這就是不用煮 是就這樣吃的 這次是要覆麵 然後有些Cacchus 對,就淋了一些粉 好像是熟悉薯條的胃 都是抄麵 你回來香港多久 之前我兩、三歲已經搬去北京 因為爸爸工作 但在北京住了十年後 我去了美國 去了六、七年 因為流冰 所以我看過後上學 我一年前就回到香港 畢業之後 這個真的很好 嗯 剛才我們說過 如果流直線的話 就可以獎勵在一個Ring Pod 怎樣 獎勵你今天流得那麼厲害 第一次 哇 手藥太胖了 對不起 這個就這樣選 對 你有沒有讀白鱷 我也讀白鱷 我們人 我們的肺 腸、胃、胃 如果我們吃這些媽麵 這堂食物 其實我們是 從食道下去 經過肺 心臟有兩個血管 一個是全身 一個是肺 我們是可以 如果我們吃對的食物 經過肺的血管 就落到大腸 然後霸氣 會震動其他脂肪 令我們可以瘦 說真的 哇 這是像一個課程 對 即是宋朝時 有一個孔樹人 他正在研究宋朝減肥大法 那時候已經有媽麵了 什麼媽麵 你從美國回來的 對嗎 對 對 我們剩一分 你自己流開冰 你最喜歡什麼歌 我喜歡什麼歌 其實在以前流冰 只可以用一些沒有Vocals 音樂去流 但近來已經改了 規則就可以有Vocals 即是有人唱歌 我有一年選了一個 有中國風的Hip-Hop 即是用古代式的音樂 和現代化 一起混在一起 我覺得挺特別的 下次我可以唱給你聽 可以啊 我唱歌很好聽 是嗎 我也想聽 接下來我開了一個 星會中陪新的節目 有嗎 我唱歌又很好聽 可能香港需要改革 又流冰場又用我的聲音去唱 可以 第一首歌叫Macy 那你唱我流就行 第一首歌叫Macy 第一首歌叫Macy 這是紋身 這是紋身嗎 是啊 你的夢想就是奧運 其實是這樣的 每一個運動員最大的夢想 一定是奧運 所以我之前也是 已經到了2018年 我在奧運前受傷 很不開心 去不到 因為這個目標來得很近 我便問了這身 因為這是我的夢想 當時因為受傷去不到 所以看到有一個洞 如果有一天 作為一個教練 一個運動員 或者一個裁判 我就將這個圓圈填滿 所以是有意義的 那旁邊的是甚麼 是雪花 因為是冰場運動 是冬季運動 所以我在奧運五環 旁邊放了雪花 我也有想過紋身 但我媽媽不鼻 我打算紋在身上 可能是在肚子上 每次收縮肌肉 或是收縮肚腩 然後被卡超就會收縮 Bica Bica B Bica Jiu Bica Jiu 但媽媽不鼻 媽媽叫我不要紋身 嗯 這麼大問題 我還聽媽媽說 你不是乖仔 我很乖 但媽媽面真的很好吃 我媽媽應該叫我不要吃這些藍衣 那你又不聽 你紋身聽這個又不聽 你選擇來聽 因為紋身媽媽看到 媽媽看完後 對 那你打算在母親節做甚麼呢 母親節應該會煮飯給媽媽吃 你本來要做甚麼呢 我最近特別忙 但母親節一定要抽時間和媽媽一起 因為其實劉冰幫了我很多 之前他有帶我到處去比賽 然後他去美國訓練也是帶著我 所以母親節一定要想 媽媽真的很好 特意飛到美國陪你去 對 因為當時全世界都是他跟著我去的 因為他為了女兒的夢想 那你連年都會贏的嗎 當時是 因為我認識他的時候 我認識你 我們上Wiki看 我Macy挺厲害的 因為2015年香港冠軍 因為看錯了不是 是連年都會有香港冠軍 除了2015年 那年還出了甚麼事 我有一年是 我記得我受傷都很重要 但我還是堅持回來給香港表賽 有時壓力很大 因為去到一個程度 我覺得為香港比賽 代表香港出去比賽 除了我自己喜歡這個Sport以外 都是一個責任 你小時候喜歡建東西嗎 即是組裝甚麼Legos 有 我有組裝過Legos 是嗎 我喜歡組裝東西 Oops 你剪掉了 我覺得很好吃 對 對 可以 不是一同步來解決的 所以法洛倫真是 算了 我又不想搞大一件事 來吧 流冰最難忘的經歷是甚麼 最難忘的 我覺得可能是那次比賽 那一次比賽 是我第一次 比成年賽 在國際性的賽事上 那一次 其實我去之前 我打算不去 因為我很受傷 醫生也說 你不要去 但我真的練了這麼久 也很辛苦 所以我說 都一定要去 所以其實那一次比賽 我是帶著 我沒甚麼所謂 我也是 怎麼說 都是練了這麼久 所以來參與 而已 因為我 都很受傷 所以當時 其實那次比賽比得最好 因為我放下了心情 在一個 沒有壓力的情況下 就是享受 享受 對 你享受 你的表現 你反而可以發揮到最好 所以其實 那件事令我明白 其實心態很重要 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是 特別重要是比賽 因為其實去到某一個程度 特別是世界級 每個學會的東西 每個學會做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即是技術性方面 所以都是看誰的 mental game 最好 真正決定成敗是心態 我知有沒有電影應該說這句 有甚麼可以做 令到香港流冰運動員的水平提升 其實因為之前流冰也是一個 在香港 好像商場 拍拖 人們知道流冰 之後可能就有我 有幾個 都是出比賽 拿到成績的人 其實香港市民就更加關注這個運動 其實我現在 作為一個教練 也希望下一代 可以接觸多些流冰 為甚麼下一代 即是說 我就是next generation的skater 可以為香港人多拿牌 令更多人認識你的運動 今天非常感謝 Maisy跟我約會了全日 也激發了我流冰的潛能 如果大家想到更多精彩的節目 首先一定要追蹤流冰女神Maisy 亦都要like、share、subscribe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可以為大家帶來更多快樂和溫暖 歡迎大家加入 陪生陪生 Derek.love 多謝